子道宗的长老们真是痴心妄想 竟然认为宗主卢云能与李倩梅结为道理 可殊不知李倩梅将来会是亡灵的女人 书接上回 当搜寻毒婆子的骤海来到了亡灵所在之处后 他立刻就察觉到了这男院与归原宗的其他区域 宛如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看似是一座寻常的药园子 可其中隐藏的气息却是让他为之惊恐 下一刻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入骤海耳中 伤人者 人恒伤智 骤海闻眼脸色大变 他毫不犹豫地向后顿逃 想要赶紧离开这可怕的男院 可怎料一个掌印从男院的小屋子轰出 直接落在了骤海的后背上 让其大口咳血 紧接着亡灵从男院中迈步走出 来到了归原宗的半空 他看向六阶心欲的几个修士 冷声说道 谁给你们的权利 可以伤我归原宗之人 先前嚣张至极的几个修士 在看到亡灵出现后 纷纷汗毛倒数 他们能够感觉到若是眼前之人发怒 恐怕瞬间就会让他们生死到消 面对亡灵的质问 为首地修士冯佩山 抬手猛地在自己胸口一拍 他全身巨震 喷出一大口鲜血 甚至连元神都遭到了创伤 冯佩山抱拳恭敬地说道 前辈可否息怒 亡灵并未回应 转头看向另外几人 他们也纷纷效仿冯佩山将自己打成了重伤 如此一幕让归原宗的所有弟子激动不已 看向亡灵的目光透露着狂热的崇敬 而这几人自然不敢在归原宗继续搜查 纷纷向着五阶星域的其他宗门而去 与此同时 紫道宗的卢云为了给儿子卢迪报仇 也在向着归原宗急迟而来 不过他在前行途中 却意外遇到了传闻中的李倩梅 李倩梅看到卢云后笑着说道 早就听闻卢兄大名 倩梅有三个问题相寻 还望卢兄解惑 他这一路上询问了很多人同样的问题 每一个回答者都是翘楚之辈 但最终他们的回答都未能让李倩梅满意 至于卢云自然知晓李倩梅 为九阶星域破天宗的天之娇女 所以对方的问题足以引起他的重视 而后便回应道 李道有请讲 李倩梅轻声说道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天 卢云思索了片刻后 缓缓回应道 牢笼是天 对于井底之蛙 井口便是天 对于水中之鱼 水面就是天 而井口是蛙之牢笼 水面是鱼之界限 人如蛙 如鱼固而天就是牢笼 唯有破开这片天地 才有走出牢笼之道 李倩梅文言露出赞赏之色 轻笑着说道 卢兄的回答很独特 倩梅一路走来问了很多人 唯有卢兄解了倩梅之祸 卢兄是第一个能让倩梅 问出第二个问题之人 还请卢兄继续解祸 其实李倩梅早就听闻 五阶星域有个奇人卢云 此人的心智极高 对于道法更是领悟颇深 引起了高阶星域不少大人物的注意 紧接着李倩梅又问道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天 卢云身旁的几位长老纷纷一愣 他们在听完宗主答出第一个问题后 脸上纷纷露出欣喜之色 可对于这第二问题却是非常不紧 然而卢云在深思了许久之后 又回应道天是鹿 脚下所踏竟是天地所在 故而天就是鹿 正应有了鹿 所以才有了道 李倩梅文言抱拳说道 近日多谢卢兄答疑解祸 让倩梅鸣雾了很多 只是不知卢兄此去匆匆 是要前往何处呢 显然卢云对于第二问题的回答 并未让李倩梅满意 紧接着便转移了话题 卢云心中自然明白 于是回应道 去往没罗大陆了结一桩心事 索要一个交代 李倩梅文言又问道 不知卢兄可否介意与倩梅同行 卢云大笑着说道 能与李道友同行 自然是欢迎至己 接下来两人在前行的路上印证道果 交谈甚欢 均是露出惺惺相惜的赞赏之色 周围的子道宗长老们见状则是议论起来 宗主自从丧妻之后 再无任何道理 这李倩梅与宗主初次相见 便是聊得如此投缘 若是两人能够结成道理 以宗主的才智必能更进一步 未来成就不可估量 至于李倩梅也在心中思索道 难怪此人就算师尊也是赞赏有加 称他为五阶心域第一人 他的确是少见的奇异男子 我的修为虽然高于他 可对于道的理解却是远远不如如云 可惜就连如此奇人都难以回答出第二个问题 随着众人前行 他们距离诺罗大陆越来越近 卢云对着身旁的长老们说道 毕竟归原宗与我子道宗有的同一祖宗 这次莫要引起太大慌乱 让我和李道友独自前往 而等就再次等候吧 众位长老望着卢云以及李倩梅远去的身影 纷纷议论道 真希望宗主能与他结为道理 与此同时 沉浸在炼丹中的亡灵突然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远方 喃喃自语道终于来了吗